第二个呢 恩格子讲了这个劳动在从元转变到人的过程当中的作用 劳动在从元转变到人的过程当中的作用 就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当中 马克思就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 说明人和动物的区别 但是呢 马克思主要是结合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认证这一个观点的 那么恩格斯在这个晚年在自然辩认法当中啊 就说他不仅仅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认证 而是从依据了当时的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供的材料 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这样一个思想啊 做了一个人种起源学的探讨 做了一个人种起源学探讨 所以呢都在讲人的本质 但是呢他的探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手稿 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的 那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认法当中呢 他是从人种的起源学上来研究 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儿呢他用了当时的地质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材料 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在说明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讲一下他最主要的思想啊 就是说他认为的就是说 人类从源到人的发展 经过了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一个是直立行走能力的形成 就是说人啊 就是说这个源啊 他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一步 第二个是手的发展 第二个第三个是脑髓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恩格斯说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劳动使元首转变成人首 元老转变成人老 当然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啊 就是说劳动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劳动本身也是发展的 也是发展的 不是说一开始就有劳动 就是说它是我们说的人种学是什么 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 发展起来的 那这一个 这个思想其实在这个文化人类学里面啊 是做了相当多的考察 相当多的考察 所以看这个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可以呢 参考看一看这个文化人类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资料 这个文化人类学的 它的一个思想是什么 讲人和这个动物的差别的时候啊 讲人和动物的差别 就是包括这个人类学 它不是从这个 我们仅仅从这个 像这个一般的这个思辨哲学啊 它就是从感性和理性 这样一个直面的这个区分来看啊 所以它是把这个感性的东西啊 和理性的东西区分开来 而这个 人类学 人类学它在讲这个 能和动物的区别 讲能的形成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从能的 主要是从能的身体的变化 能自身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变化来讲 而不是从这个 能的智力和感性和这个理性的 这样一个结构上讲的 首先它是从什么 能的知情的变化 包括它对民族的 民族不同民族的研究啊 比方说这个西欧人和这个 东方人 它为什么不同 它的不同 它的这个构型是怎么样的 那么它是从这个构型的不同 来讲它的思维形式 包括它的这样一个 能种的这样一个区分的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所以这个 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恩格斯也是按照 我们说它既然是按人种学的 所以它就不是说 仅仅讲劳动和劳动异化的问题 而是讲 能的体质 它的体质啊 它的身体是怎么形成的 讲身体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首先呢 它就说 直立行走能力的形成 是从原转变到能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直立行走啊 它经过了一个什么呢 它说先是这个习惯 先开始习惯 然后呢 就成为一个避难的过程 就是你这个 如果要是不能直立行走 那就说 你四肢全部都在地下 那么你的手是解放不出来的 手是解放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直立行走 首先什么 有了手和脚的分工 有了手的脚分工 那就说 手呢 就解放出来了 就从这个 从这个活动当中啊 从这个爬行当中啊 解放出来了 所以它就可以什么呢 用来专门 就是说 折取食物啊 制造工具啊 这就形成了 最初的人的劳动 所以直立行走的 这个身体的变化 影响了人的 这样一个活动方式 是吧 影响了人的活动方式 所以它形成了手和脚的这样一个分工 正是这样一个分工 使人 圆的手呢 变成了人的手 这样呢 就形成了人的手和圆的手 在 在这个分工上的一个一个差别 在一个差别 它说本来这个圆手和能手是没有这个 在自然形态没有区别的 但是由于分工 两者的 两者就有了区别了 两者就有了区别 所以这个区别当它一固定的时候 那么它就 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能手 就圆手就转变为能手 所以 能的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守活着的自由啊 它就逐渐的完善 完善了以后呢 它说手发展起来以后呢 又推动了这个劳动 从而开始了 能对自然的统治 能对自然统治 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 更密切的联系 产生了传递信息的需要 于是语言 与语言相关的器官发展起来 形成了语言和劳动结合 因为这个人站立起来 手解放了 所以他的脑啊 也开始变化 整个肢体开始变化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说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由于手的解放 那么就形成了什么 人们之间的这样一个交往 所以就产生了语言 那么语言和劳动的结合呢 就是能形成的第三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 由于语言和劳动的结合 那么人老发展起来的 就产生了意识 这样就产生了社会 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啊 人才最终形成 才最终形成 所以恩格斯描述了 这一阶段上 语言和劳动相互作用 极其对能形成的意义 他说首先是劳动 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 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 在他们的影响下 元老就逐渐的过渡到人老 逐渐过渡到人老 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 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 随着脑的进一步发育 同脑最密切的工具 及感觉器官也同步发育起来 这样呢 他说正于语言的逐渐发展 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 完善化一样 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 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 脑和为他服务的感官 越来越清除的意识 以及抽象能力和推进能力的发展 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 为这两者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这种进一步的发育 并不是在人同源最终分立的时候就停止了 而是在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的前进者 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 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 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战时的退步而中断 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 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 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这样呢 恩克斯就在这个地方 恩克斯就认述了 就是说这个脑的发育意识的形成和语言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语言和社会关系 描述了整个人是怎么形成的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也就是说社会的形成和人的肢体的这个变化 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而劳动呢是当中的一个中介 一个中介 那么通过这个三个阶段的考察 恩克斯就概括了人的创造过程 就是说劳动呢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人最早制造工具是打猎和捕鱼 由于这两件工具的制造 人就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产生出新的需要 人也就越来越远离动物的生活 发展其能的社会 所以他说一定 由此可见 一定使其能不能制造工具的方式 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 这样呢可以说 如果从这样一个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这个对于工具和社会之间 的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关系 如果马克斯恩格斯在那儿已经 在政治经济学已经认证的话 那么可以说呢 恩格斯在这儿做了一个起源学的考察 前面是结论 那么这个呢是起源 是对他的这个前面原因的一个说明 原因一个说明 这是恩格斯认证的自然辩证法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他提出了人的两次提升的思想 那么这个人的两次提升的思想 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由的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两个提升的思想呢 他只要指两个 一个是人从自己物种关系方面的一个提升 这一个提升呢 主要是人对自然的认识 就是说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上面呢 就是说人啊 能够摆脱动物式的对待自然的态度 开始真正以人的方式啊 对待自然界 对待自然界 那么恩格斯所说的人以动物式的态度 对待自然界和以人的方式 对待自然界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呢 就是只能能够把自己和自然界融为一起 能够认识和正确的运用自然规律 预计自己生产活动 对自然界产生的交近和交远的影响 从而控制自己的生产活动 他说这个如果以动物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呢 就是对自然界采取一种掠夺的方式 掠夺方式 这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啊 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啊 以这样一个话呢来认证 就是说实际上恩格斯啊 他们当时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生态学的思想 就是说能在对待这个自然环节的时候 他要考虑他的相 就是说更远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你对自然带来的一种后果 那么恩格斯当时 马克思恩格斯啊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 为什么这样一个思想 是因为他们当时一个是注意到这个 当时尼比西啊 他的一个化学的这样一个成就 对于关于土壤的这样一个化学的这样一个成就 还有一个呢 注意到当时的这个商定理 当时最早的这个提出商定理的思想 我们知道这个生态学 现在这个生态学包括全球问题 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思想 他主要的是什么 和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能量守恒定理是不同的 是吧 能量守恒定理 他是商定理 就强调这个能源 他是可以消耗完的 那个能量守恒 那就是说 我这个 他这个物质是可以再生的 我这儿消耗掉了 那么他在那儿又出来了 所以你基于这样一个思想的 所以这个自然对能来说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绝的 所以能只要这个应用 只要他只要用物质就行了 反正这个物质是取之无尽的 但是呢 那个商定理就认为了 这个物质它是能源是有限的 就是你耗费了以后啊 它你越耗费它上越大 所以你是不可能这个 呃 不可能不带 对你能不带来影响 它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而是有限的 就是自然资源啊 它是一种有限的 所以就提出了这个思想 所以当时这个原来的时候 我们在讲这个恩格斯的这个思想的时候 没有讲到他的这个思想背后的 这样一个这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根据 就是他研究了 当时研究了哪些自然科学的材料 只是讲了 他就写的没有讲他自然科学材料 那么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在开始研究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的 生态学思想的时候呢 就注意到对他们的 就是他们当时所研究的资料是什么 他们提出这个思想的根据是什么 所以从他们对提出这个思想的 自然科学的根据来说 这个思想究竟是不是一个生态学的思想 就是对这样一个东西进行考察 所以我在这儿提示的是什么呢 恩格斯在这儿讲的 就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物种的提升 就是说要以人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界 就是这个人对待自然界就是什么 要考虑到自己 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和 这个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就要考虑这个自然 你对自然的这样一个规律的运用 他所对自然的干预所带来的这个交近和交远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样一个后果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他的这样一个结论的这样一个理解上 而是要从他的结论理解到他当时所研究他的时候所观察的这样一个资料 他运用什么资料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我们才能了解 他这个思想说代表的这样一个意义是什么 他在什么什么这个意义上超过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家 或者这个哲学家对这个能和自然关系的这样一个说明 自然关系的说明 这是我们在研究这样一个思想之后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 这一个呢 但是呢在这儿无论如何呢 恩格斯就提出了 自然科学啊 对于确立这个能的自然规律的意识 从而实现能的物种提升的这样一个意义 提升的这样一个意义 同时呢也强调啊 能是如何这个从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能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来看 就是如何对待外部自然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一个思想 那么恩格斯在第二个思想 第二个思想就是说除了这个物种的提升以外 恩格斯就认为了 还有一个第二次提升 就是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 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 恩格斯就认为 能要完全摆脱动物式的对待自然的方式 达到自由的对待自然界 那么仅仅是物种的提升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社会提升 这就是社会关系的提升 所谓社会关系的提升呢 是指能能够认识自身的社会行为 学会调节自身的社会活动 调节自身的社会活动 恩格斯认为了 只有你能对自己的社会行为的认识 和能够调节社会行为的时候 你才能够认真正的什么 以能的方式来对待自然 如果你要是这个不能在社会 真正的认识这个自己的社会行为 能够调节自己的社会行为 恩格斯认为了 那么你是不可能认识这个 以能的方式来对待这个自然界的 自然界的 所以他认为后一个呢 是后一种提升呢 是一个更难的一个提升 更难的提升 恩格斯说的这个 能对自然 对自身社会行为的认识和调节呢 恩格斯认为了 不仅包括生产方式 也包括由生产方式的对抗 而引起的阶级斗争 引起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认为了 而他所说的 对这个整个社会制度 进行完全的变革呢 指对资本主义的变革 他认为啊 要真正达到 能对自己的这样一个 社会行为的认识和调节的话 就必须要实现 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而这个变革呢 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变革 也就是说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 不可能实现 能对自己行为的 这个合理的认识和调节 就是不能达到 对自身行为的调节 这就是对这个 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 这样一个批判 一个批判 那么从这样一个 他认为啊 人只有经过这两个方 只能通过这两个 两种提升 那么才能真正由 必然亡国 飞跃到自由亡国 当然在这两次提升当中 他认为呢 能对自己社会的 社会关系的提升 比这个物种的提升呢 是更为重要 也更为困难一些 更为困难一些 这是他的这个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 研究的一个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这个三个思想 也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三个思想 我们现在开始讲 这个恩格斯 这个贡献的最后一个内容啊 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 也就是他在唯物史观方面的 贡献 我们说这个创立唯物史观呢 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同的这样一个理论成就啊 就是在 这个 在早年啊 在早年 整个的就是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 马克思 这个 还在世的时候 恩格斯就和马克思一起啊 就是创立了这样一个 唯物史观 除了和马克思 一起创立唯物史观以外 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呢 恩格斯还有自己 独特的贡献 就是他们共同领域的 这样一个成果啊 在当中也有他独特的贡献 那么这个贡献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建立了从家庭史的演变 从家庭史的演变 考察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就对于人类文明史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早年呢 是从经济学的角度 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描述的 而这个时期呢 恩格斯从家庭史的角度 来描述这个人类文明史 那也就是说 从这样一个视角 人类学的这样一个视角 家庭史的视角 来分析现代文明的特征 揭示了人类历史的起源 闪命了国家阶级产生极其时值 这是恩格斯的一个 他的一个贡献 第二个贡献呢 就是结合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社会历史的新发展 散发了人类历史规律 及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问题 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主要是讲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讲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考察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考察 家庭这个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应该说 它是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 重要问题 在德意志形态当中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啊 都已经散发了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都不满足于仅仅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当中 得出有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结论 所以到晚年呢 他们都转向了人类学的研究 转向人类学研究 因为这个人类学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时候啊 就是刚好是他们这个理论研究的这样一个 这个他们的生命呢 走向晚年的这样一个阶段上 所以他们开始了对这个人类学的研究 想对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啊 找到一种起源学的说明 后来呢 这个马克思当时还做了这个很多笔记 包括对摩尔根的这样一个笔记 后来马克思就把这个恩格斯 他做的这个摩尔根的这个笔记呢 就转给了这个恩格斯 就转给了恩格斯 那么恩格斯呢 就用了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这样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就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我可以在这里拿起来 这个刀子也是有制和国家的来自私有制和国家的 我可以做出这个笔记的 这种笔记的这种笔记的 那些笔记的笔记的笔记